這一組密碼不是那麼容易 用你的腦袋可以記的 你一定要寫在一個地方 記錄在一個地方 而且你寫的地方 記錄的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家發現 如果照道理來說 如果現在檢察官有這一組號碼 有這一組號碼 檢察官進去 因為這個是一條鏈 這警是一條鏈 就是說你什麼時候存取 什麼時候誰 哪一另外哪一組人進來 他出去哪一組出去了 在這條鏈上全部都記錄 所以如果有這個第二組的 所謂第二組的密碼 現在找不到 這第二組密碼如果找到 檢察官就可以進去把它解開 可是因為你第一組不能亂輸入 第一組只要亂輸入 整組亂去的時候 那整個射起來 如果射起來的時候 可是我有第二組的密碼 不是PIN碼 也可以解嘛對不對 對對對 就可以解 但是呢 但是你要叫這個有第二組密碼的人 咬舌自盡 要抓好不好 不然你吵到去就抓 難嘛 因為那很多錢 你不會幹這種事 這就是這種考驗人性 所以也許在柯文哲家裡的 某一本書裡頭 所以前一陣子不是送了兩三本書進去嗎 搞不好在那本書裡頭 檢察官在找要注意一下 他最近在讀書東坡的書 他好像有媒體有寫說 他正在讀誰的書 搞不好在那個書裡頭 有特殊的密碼 當然現在檢察官有派了一個 專門懂這個了 進去要解這個 不過按照媒體現在放出來的資料是 這個密碼到現在還沒有被解開 對 那橘子有沒有把這組密碼帶走 我跟你講搞不好不是橘子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一直認為 柯家裡頭最懂這個人 就是柯霧窯 嗯 搞不好柯霧窯真的知道這裡頭所有的秘密 所以柯霧窯 大家這個柯家也要好好保護他 因為他才知道所有的秘密在哪裡 那我先請教川哥 這個冷錢包的部分 因為其實冷錢包我們討論一陣子 中午但不然遭風 遭風是因為我們實在是都 就是沒有辦法去確認說 那個冷錢包究竟現在下落 是怎麼一回事 不過呢 林傳媒的獨家是這樣 他說柯文哲的冷錢包 找到了 但是呢 關鍵的這個金鑰匙下落不明 那這個冷錢包究竟呢 他這個細節是什麼 要破解的地方 說遇到一個困難 那其實呢 林傳媒在9月12的時候 他們就曾經報導過 在柯文哲的配偶 陳佩琪的兩個神秘保險箱 在就是找到這個保險箱之後呢 就傳出來說 除了有100萬之外呢 還有用來儲存虛擬貨幣的私藥 還有公藥地址 這個有點像是 銀行帳戶的號碼的冷錢包 當時呢 檢調澄清說 與事實完全不符 那其實他們就還原說 為什麼那時候會這樣講 是因為啊 當時呢我不能夠提前破梗 那他們要去找那個破解的方法 那破解的部分 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啊 川哥 現在就是說他這個密碼啦 是檢方也不知道 代表檢方還沒有進去 代表錢可能還沒有人看到 這個是這樣 這是檢方現在放出來的訊息 其實這些虛擬貨幣 或是叫加密貨幣 為什麼要加密 就是他不是只有一成的提款卡 要去領錢輸入你的密碼 不是只有 因為一般的密碼很好拆 不管是四碼的 六碼的 十碼以內的什麼六到八碼 那那一提款機上面的議員 那個數字其實都還蠻好按的 後來我們現在慢慢的 就叫我們要加什麼 標點符號 加英文數字要含大小寫 事情就越搞越複雜了 可是這個加密貨幣 比我們想像的還複雜 因為我在時髦 他的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 他覺得跟我說 他的第二組密碼 他賣掉了 阿阿 要快 我跟你說這要記很困難 他不是賣掉了 不知道等到哪裡 怎麼說呢 他其實他第一組 他叫做PIN PIN就是我們手機 人家關機 還打開的時候 他叫我們輸入一個 大概是六位數的這個數字 一般都是輸入生日 或輸入什麼 這是錯誤的示範 你要輸入一個 只有你知道的密碼 這組如果連續幾次不對以後 他這個加密貨幣 就整個你塞起來 塞起來你就不能當 一般來說 我們的提款卡被鎖了 我們的什麼 門號被鎖了 很簡單 提款卡被鎖了 他叫他輸入銀行 說我要解開嘛 對 可是他這虛擬貨幣的 他這沒銀行的 他這沒銀行的 所以他就給你做另外一組 更複雜的密碼 這一組更複雜的密碼 也只有你自己能解開 那他的密碼不是說輸入什麼 五個英文字 二十個英文字 什麼數字 不是不是不是 他加這個 英文字 他那個更複雜 這組算簡單的 來 這是一個密碼的概念 他說請你先把這個 一到十二的這些 全部抄起來 第一個是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這都數字加英文 這些英文全部加起來 是一組密碼 對 這些加起來是一組密碼 然後他提醒你說 你不要把他拍照 你不要想要用拍照是不對的 因為會被發現 會被撿到 所以你把他抄起來以後 第二步下一步進去之後 他會叫你把這個 輸入一遍 那你就建立起你的這個 第二層的這個密碼 那中國 中國翻這個助記詞 幫助你記起來的文字就對了 那你以前想說 柯文哲為什麼他那一支 以為什麼不簡單 那他可能這一支號碼 這支號碼在裡面 當然有一個網紅叫徐小花 他說如果他的這個號碼 剛好是全數字的 全數字的 他說有人開始換錢 就那個一千塊要開始換 換到他要的數字 你只要去看那個 每一張 鈔票的最後兩碼 調整到 譬如說幾筒 然後就兩碼 兩碼 兩碼 疊起來就是他的金庫密碼 對 那電腦有時候也在印 不是啊 這風險很高 是說我突然有一個很賤 這有一個出來 你會亂去啊 我沒意義 對啊 你會亂去啊 對 第三我們電腦看過 那個二打開 就要第幾頁的那個英文字 看最後一個這樣下來 就是什麼長頭師 長尾師那一種 不然就一個號碼去對那個 第幾個字弄一弄 弄一弄 所以好 講這麼複雜的意思是說 這一組密碼不是那麼容易 用你的腦袋可以記的 你一定要寫在一個地方 記錄在一個地方 而且你寫的地方記錄的地方 不是那麼容易被人家發現 如果照道理來說 如果現在檢察官有這一組號碼 有這一組號碼 檢察官進去 因為這個是一條鏈 這幾是一條鏈 就是說你什麼時候存取 什麼時候誰 哪一另外哪一組人進來 他出去哪一組出去了 在這條鏈上啊 全部都記錄 所以如果有這個第二組的 所謂第二組的密碼 現在找不到 這第二組密碼如果找到 檢察官就可以進去把它解開 可是因為你第一組不能亂輸入 第一組只要亂輸入 整組亂去的時候 那就整個射起來 那如果射起來的時候 可是我有第二組的密碼 不是拼碼 也就可以解嘛對不對 對...就可以解 但是呢 但是你要叫這個有第二組密碼的人 咬舌自盡 要抓好不好 不能吵下去就抓 難嘛 因為那很多錢 你不會幹這種事 這就是這種考驗人性 所以也許看柯文哲家裡的 某一本書裡頭 所以前一陣子 不是送了兩三本書進去嗎 搞不好在那本書裡頭 檢察官在找要注意一下 他最近在讀書東坡的書 他好像有媒體有寫說 他正在讀誰的書 搞不好在那個書裡頭 有特殊的密碼 當然現在檢察官有派了一個 專門懂這個了 進去要解這個嘛 不過按照媒體現在放出來的資料是 這個密碼到現在還沒有被解開 對 那橘子有沒有把這組密碼帶走 我跟你講搞不好不是橘子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一直認為 柯家裡頭最懂這個人 就是柯霧瑤 搞不好柯霧瑤真的知道這裡頭 所有的秘密 所以柯霧瑤 大家這個柯家也要好好保護他 因為他才知道所有的秘密在哪裡 比較好安全太子 因為他沒有人 很多人都已經認識過了 請問他 謝謝你 他家人 注意 感谢观看